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大哥 许大哥 小长 你好 又上医院看我大姐姐 我大姐姐病怎么样了 好点了 医生说呢先静养几天 观察观察 不用做那个什么支架吗 支架 我 我们不懂 等我儿子回来再说 那婷婷呢 你又把孩子一人搁家了 在家呢 我们家新请了一个保姆 您这胆子可真大呀 上个那样 这又把孩子交给外人 那怎么办呢 怎么不能老麻烦你啊 好 我去医院了 咱们回头再聊啊 带我闻大姐好啊 好好好 咱们回头 刚好 看谁放的 我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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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点 那行 东西收拾好了吧 怎么了 没事 那路途遥远 咱们的马上出发 没事吧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老在外面这样讨生活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玉雪 你放心啊 等一到槟城 我马上约王总 正式谈创建文化公司的事 这种日子呀 不会太久了 但愿吧 玉雪 我对你的所有承诺 你放心 我都会实现的 薛丽君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你知道的 团里这么多 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你为什么单单对我 这么详心呢 怎么说呢 你可能永远不会懂 那种感觉就是 玉雪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梦 从中学就开始的梦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东西 我没不正经 只不过上中学那时候 我是一个屌丝 你是女神 我属于屌丝在做白日梦 你 当然了 我现在也有可能是在做白日梦 算了吧 我这么失败了一个人 你用不着对我生气 你 你怎么失败了 因为离过婚 离婚怎么了 离婚说明 对人生 对生活 它有要求 再说了 离完婚还可以再结 只要你愿意 随时都可以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经常喜怒无常的 你真的就不介意 不在意 你不知道 我这人吧 那种上杆子往我身上贴的 我一点都看不上 我就喜欢你这种魂不拎的 按大卫说的话叫做 一物降一物 你就当我贱吧 别这么说 嗯 别让他们等了 我们走吧 好 婷婷 你干吗呢 你想下去玩啊 不行 在家里头我陪你好不好 就在家里头我陪你听话 我陪你玩 你这个孩子 你怎么就这么这样呢 你怎么就这么这样呢 还嘟嘟一个小嘴巴 你干吗呢女儿 要不这样吧 等爷爷回来之前 我带你下去玩一会儿玩 行不行 去去去去 笑一个笑 对对我笑一个 笑一个 开火车开火车开火车呢 快快跑 快跑 好了 来 老齐 老齐 来 再来 从这儿开始 从这儿开始 对不对 一 二 三 来 干 干什么啊 我今天看了个怪事 我刚才绕进道 从那个楼后面那小树林过 我看见老齐带他们孩子 在那小树林玩呢 我叫他 他不打理我 老齐 哪个老齐啊 还有哪个老齐啊 田田的姥姥齐树懒呗 是吗 可不 你叫他他也不打理 这真是起了拐 一 二 三 几个 几个 都是两个吧 好 我们都赢了 好 我只有一个了 从来刮鼻子 来 一 二 你吓死我们了 干吗呀你呀 鬼鬼祟祟的你 我鬼鬼祟祟的 你才鬼鬼祟祟的呢 说 干吗带婷婷到这儿来玩啊 这可是人家遛狗的地方 你平常不都带婷婷去广场的吗 你管得着吗 我喜欢 婷婷走回家了 来 回家喽 走 不对吧 刚才老钱喊你 你怎么装没听见呀 人家可喊你好几嗓子呢 你也不理人家 他喊我了吗 我真没听见 你有什么难受你就说 我可以帮你 没有 跟奶奶说再见 咱们回家了 不是你前两天 苦巴巴地求我的时候了 你跟我问问 婷婷好不好 婷婷过得怎么样 这孩子刚一到手 就翻脸不认人了 真是 再见 老秦 再见 秦初蓝 我跟你说话呢 坐飞机去了 坐飞机去了 对呀 不是说孩子让保姆看着吗 婷婷啊 请爷爷吃饭了 这些个都是你做的 不错嘛 吃饭吧 婷婷吃饭 吃饭吧 老秦啊 你也坐下吃吧 我不在你这儿吃 姥姥吃 你想吃什么啊 婷婷 喂 吃豆腐 好吗 谁啊 是我 小肠 谢谢 有事吗 那个 我有个事啊想问你 你下来一趟呗 电话来说行不行 我就在你家楼下呢 好 那我下去 好 老秦 我下去趟一会儿就回来啊 那赶紧回来 半餐要凉的 好 我说你这个孩子 你是忘了 刚才你不是答应我的吗 不当着爷爷的面 叫我姥姥 姥姥 我们可是拉过勾的 好 怎么了你啊 行 不想完就算了 那我走 如果你不想让姥姥走 那你就要答应姥姥 不能当着爷爷的面 叫我姥姥 知道吗 我不 坐好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你还想让我 留在这儿陪你的话 你假装不认识我 尤其当着你奶奶爷爷的面 你明白 你明白也好 你不明白也罢 你再敢喊我姥姥 我马上就走 姥姥 再喊 姥姥 姥姥姥姥 走 你就是为了问保姆的事把我叫下来的 他怎么样 大哥别走啊 你看看啊 你就为这事把我叫下来 我饭也没吃 但是我还得上医院了 大哥 这可不是小事 您告诉我 他到底怎么样 挺好啊 怎么个好 好在哪儿 你看啊 他今天刚来 就把家里拾坐得干干净净的 还挺麻利的 会哄孩子 会做饭 你问这干嘛 您真没看出来 他哪儿有什么不一样 没看出来 那 他姓什么叫什么您知道吗 姓齐 叫什么我没问 你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把人往家带啊 身份证都没看吧 哪儿归得上 你认识他 算是吧 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他说他这个小区里 很多家干个保姆 他是自己找个门的吧 是啊 可我可以 这老家还真有主意 你把话说明白啊 什么叫真有主意啊 您真没看出来 行 那我就告诉您吧 他呀 他是 是啥 你 你别说半截子话呀 是 是挺不错的 我是说呀 他是挺不错的 没了 没了 你们呀 这回终于找到一个 靠谱的保姆 我呢也就放心了 行了 您赶紧回去吧 回去 进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这有毛病 走 怎么没吃呢 婷婷呢 孩子说他不吃 他回房间了 许伯伯我想跟你告一下 公司有急事 我今天想先走 你们公司的人怎么都这样 哪来那么多急事呢 婷婷 婷婷 婷婷怎么了 婷婷 婷婷 齐姥姥就走了 对不起 这一个人哪 是懒得做饭 做多做少都不合适 还不如外面 买点现成的吃 要我一个人哪 连这速冻饺子 都懒得下 老汤啊 我觉得你见人就是心系 其实呢 根本不用过来陪我 你在家里陪陪有虎子 该有多好啊 他们都出去留了 他们去哪里啊 海南 那你干吗不去啊 我不愿意去 你说一家人在一起 该有多好啊 老汐 记得你以前就说过 儿孙自有儿孙福 咱们哪 得明白自己的为了 我当然明白了 你明白 今天还当了一个老子 你还说我呢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的观念都是一样的 以前 我们是我们自己子女的 老妈子 现在是我们子孙的老保姆 苦中作乐嘛 你啊 大梅说得一点也没错 平常都挺稳重周全的 可一到了婷婷的事 就乱了帮孙梅了原子 大梅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没有 她生她自己的气 怎么就劝不动你 有些事啊 她不明白 她没有儿孙背的人 你不明白吗 你不是还有虎子吗 明白啊 为了孩子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老秦你看熟了吧 尝一尝 不 STEPHAN 婷婷啊 瞅什么呢 外边下着雨 黑过陵冬的 啥也看不见 爷爷 爷爷专门给你买的 来 田妈 你在想什么呢 婷婷 是不是想姥姥了 如果想姥姥了 不愿意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我可以把你送回去 如果你想姥姥 你就给我点点头 不想姥姥了 比较 老康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头一次到我家来吃饭吧 天哪 头一次吃饭 就吃这个速冻饺子 委屈你了 这不挺好吗 过两天带虎子来 我给你做好吃的 好啊 痰子肉 来 我记得你说我 天天最爱吃你做的痰子肉 和红烧排骨吧 是 这孩子最爱吃我做的痰子肉 其实这个痰子肉啊 看似简单 还是挺复杂的 挑肉呢 就得挑那种回而不腻的肉 嗯 老杰啊 明天还去吗 我说 你明天还去吗 我换了你去不去 去 好 你也换了吧 嗯 嗯 天天啊 上床睡觉了 一个人行吗 好孩子 听听长大了 大孩子了 听听啊 我今天下午看见 那个保姆走的时候 好像你一脸的不高兴 是不是她欺负你了 睡吧 晚安 姥姥 来了 好 林雪啊 这里的主办方 出手够大了 这样的房间一开就是两套 这什么 节目单 这是周六节目的流程表 这次我们特意准备了两首 意大利的永弹调 这两首歌我好久没唱了 一会儿我得好好练一下 行 那您好好练 我先走了 等等 什么时候去看会场 时间差不多了 我这就去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走 走走 走 这个会场有点意思啊 跟我们以前参加的活动都不太一样 有点像酒会派对的样子 那是 林雪 我告诉你啊 这边有钱的企业做活动 都是以这种酒会的形式 显得跟国际接轨有品位 那些个什么鞭炮齐名 锣鼓喧天的 只适合乡镇的小企业 跟这里没法比 我才不管这些呢 只要给钱就行 林雪啊 我之所以把公司选择在这里 就是因为这里的企业多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一个MBA的同学 就在这里 中小企业联络会 做秘书长 你还上过MBA呢 我记得你连高中都没毕业 好汉不提当年有啊 总之我跟你说啊 中小企业里边有几百家企业 不用多 我告诉你 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企业 找咱们公司做活动 做年会 一个星期只做一场 这就赚大了 都是中小企业 说是中小企业 但是里边也有 几千万上亿规模的啊 包括几家上市公司 总之啊 丁逊 这个冰城啊 它就是一个大金矿 到处都是金矿 只要你会挖 一出都下去 全是金子 看来 你把文化公司开的冰城 是对的 丁逊啊 咱们一路走来 就当是练练兵 等咱们的文化公司 正式成立之后 整个冰城 都是咱们的主展场 咱们的公司 丁逊啊 时间还早 先回房间休息吧 我跟你说啊 今天晚上好好地表现 就趁这个机会 多认识一些 冰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为咱们将来铺路 好 那我们走吧 来都来了 你就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了 这也就是 一般的宾客邀请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不是 这 这要万一让所里的人 还有跟美国合作的 公司的人知道了 这 这都不好 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呀 你就放心吧 我只需要 出席一下这个酒会 其他的庆典活动 你要是有顾虑的话 那咱们就不参加了好吗 本来这次你不也说好 去香港了吗 怎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到这儿来了 我想想香港 我都去了那么多次了 也没什么意思 我爸爸又非让我来 我不好不来啊 所以 我就把你约在这儿见面了 光明 我们就当是来这儿旅行 放松一下好不好 你看 咱们也只是来这儿凑个热闹嘛 不会有人看到你的 来 那边 试下大屏幕 你怎么了 漫漫不乐的 没事 好吧 我不勉强你了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参加的话 我们就算了吧 不是 来都来了 出席嘛 我 我刚才在想别的事呢 你是不是想早点回去 你担心家里面吧 刚才我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老觉得他们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 他们请了一个保姆 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 那个保姆怎么样 还行吧 我那天去了一趟家里 就见了他一面 其实叔叔阿姨带着 那天天不是挺好的吗 干吗一定要请保姆呢 干吗一定要请保姆呢 你是不是怕他们累着 我妈身体不好 让我爸去照顾呢 这不是毕竟不方便吗 可是 他们要是回去了呢 你怎么办 你自己带呀 这把孩子托付给保姆 那也不是一个长久的事 是 所以我的本意呢 是找一个保姆带着 我爸妈搭个手就行了 当然了 主要 还是我不希望他们回去 光明 其实不管是让保姆带孩子 还是让叔叔阿姨她们亲自带 这都不是长久的事情 我也知道 你舍不得把婷婷 还给她姥姥 所以我觉得 应该再想想别的办法 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光明 你为什么就不考虑考虑我呢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婷婷的 只要你愿意跟我结婚 我会负三起这个责任的 我知道 关键是婷婷 从我跟你好的那一天起 我就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 都想过了 我也知道 当个后妈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努力 一定会付出的 只是 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 也和我一样地努力和付出 王主 我跟你不一样 毕竟我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而这段失败的婚姻 给我带来的是 所以我 可能我还需要一些时间 来调整自己 才能再说以后的事情 没关系的 我还是要感谢你对我的真诚 其实不管以后怎么样 其实不管以后怎么样 情人都是我必须要考虑的 这个从我决定爱你的那一天起 我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妈妈 但婷婷满意 让你满意 也让我自己满意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你爸 也恭喜你 谢谢 你能来我太感谢你了 好 好 好 是 时针摇曳这家公司是当初骗你前夫买房子骗他跟你假离婚的 可是那样子怎么样 离婚的不是你 你当然无所谓了 那倒也不用 哎呀 那倒也不用 哎呀 不就是上去唱首歌吗 我做不到 小孟卓啊 赵叔叔 你好 你好 小叔叔 你好 光明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王总 这位是赵总 王总 你好 你好 赵总可是我们槟城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 他是我爸爸的老朋友了 看着我长大的 你好啊 你好 孟卓啊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位应该就是你男朋友吧 不错不错啊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听说你还是个药学方面的研究专家 专家不敢 真是青年才俊哪 这下你爸可真是如虎添翼了 丁姐 丁姐姐 下一个就是你了 专门这边上台吧 这怎么了 他不想查了 为什么呀 这别问了 这个不行啊 这怎么说这是咱们在槟城第一单业务 如果现在掉链子 这不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吗 这以后怎么才变成混了 这公司还开不开了 好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们还早着呢 我们俩现在想先以事业为重 有知情 想得远哪 你看时间真快啊 对啊 这一晃 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比我还要 你们长大了 我和你爸 我们就该老了 叔叔 您看您说的 您怎么会老呢 您看您现在 又年轻又潇洒 一点都不见老 还是梦珠会说话啊 好 我唱 我唱 当我有缘在些 只有这一次 以后跟他们公司 不能有任何瓜葛 就是给再多的钱 也不能接他们的活 好 丁军 只要你现在上去唱歌 以后我全部的事都听你的 好 欢迎你到宾城来 好 来 谢谢 谢谢 我唱歌 我唱歌 你懂得挺好 许立军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是我 许光明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你把声开开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开开开开 开开开开 你有什么事儿 你有多久没见过婷婷了 你不想知道婷怎么样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还想问你为什么跑这儿来了呢 你管得着吗 是 我管不着 可如果我早知道你在这儿 我根本就不会跑这儿来 你说这些有意义吗 你是以为我会知错还是怎么着 如果你真的能 像你说的这么放得下 那最好不够 听说你要结婚了 谁 谁说的 我刚才在想 我们认识都十年了 这十年 一眨眼就过去了 过得飞快的 你说 我是不是要提醒那个姑娘 让她小心一点 小心十年后 再冒出来一个小四 把她的位置给顶替了 对了 我还应该提醒她 告诉她许光明是个多么有情有义的男人 跟着她是多么的幸福和幸运 虽然咱俩离婚了 但我一直以来我特别希望 咱俩能像一个 咱俩能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是 离婚的事 就算是我全错了 那毕竟已经过去了 咱们俩难道说就不能像 像一对和平分手的夫妻一样 给彼此留一份宽容的余地 哪怕是为了婷婷 为了婷婷 婷婷怎么了 婷婷现在挺好的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现在能挣钱 经常给婷婷寄钱 我告诉你许光明 就算是没有你 我们母女也比原来过得好 婷婷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缺钱的问题 这点咱俩都非常清楚 从你走了以后 婷婷很少说话 我想说的是 妈岁数越来越大了 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万一会生的 你少假惺惺的 我妈身体好得很 你就是在忽悠我 不就是为了把婷婷抢走吗 等我在这儿挣了钱 我要买个大房子 把婷婷和我妈接过来 离你们都远远的 丁雪 我原以为你在外 漂了一段时间 会比以前成熟一些的 看来我错了 当然了 你当然错了 你一直都是错的 你就没有做过一件对的事情 丁雪 你怎么 是 有客人啊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许光明 我的前夫 这位是薛丽君 我现在的老板 也是我的男朋友 卫婚夫 好 这见面太突然了 经常听丁雪提到你 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你好 薛丽君 来来来来来 我肚子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要不你也一起 对 一起吧 我听说这家酒店的龙虾不错 是从澳洲直接空运来的 特别新鲜 他乡难得相见 是什么缘分 我请客 用不着 我不接饭吃 你是担心你的小女朋友吧 没关系 可以叫他一起 我就问你 你什么时候回去 回去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许先生您可能有所不知 这个丁雪一时半会儿 恐怕回不去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刚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 由丁雪出任总经理 说起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干脆把阿姨跟婷婷都接过来 在这里给婷婷找一间好一点的国际学校 废用我来出口 先生 你不用说 你肯定没孩子吧 你一看就没孩子 我告诉你 孩子不是玩具 他 他 他能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吗 事实上也不可能像你想的一样 从那儿挪这儿来 从这儿挪那儿去 他最有感触 对吧 你身有感触吧 还有 我的孩子 不需要别人来操心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 多 多吃点 慢 慢走啊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没什么 你休息吧 我去改一下节目单 不想唱别唱 等会儿 你别舍别的 你在笑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啊 没觉得您可笑 就是觉得我挺可笑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 你不觉得我挺可笑吗 你别跟我管我家的 有话直说 我现在知道了 你始终下不了决心 跟我在一起 就让你心里还放不下徐光明 沉默的 沉默以后 沉默以后 不愿再开口 沉默以后 世界安静了 沉默以后 上天让我们相守 为何又走到尽头 曾经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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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无情地被偷走 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 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 幸福的月子我们经过 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 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 最后一次解脱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折磨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曾经对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 再一次再一次拥抱我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